各位好,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整體的走勢 都是向好 最主要是跟回外圍的反彈 美股上星期繼續反彈 令到不少港股在ADR那邊已經告秀 幫助到港股今天在早段時間上升 雖然中段時間是曾經的升幅收窄 但近來不少資金開始重新吸納科技股份 帶動整個市場做好 而恆子的確確是看到資金重新吸納科技股份 帶動恆子整體走勢平穩 但這個星期相信騰訊的業績 又加上恆子服務公司 可能會再進一步 將恆生指數 就是各隻股份裏面最高的比重 再進一步下調到8% 都可能會令到 接下來的港股波動性是更加大的 而現在看回恆子上升到28,200 這些水平 都還是有個比較大的阻力 最主要我相信幾個因素 一就是疫情的發展還是不確定性 第二也看回恆子是說 在這一轉 即是9月升到上去今年的二月份高位回調 38.2%仍然都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位 那個水平大概是28,100 跌穿這個位置 就進一步向下的現態是會延續的 所以現在看回恆子 暫時叫做 未有跌穿 在3月25日的低位是27,505點這個水平 再加上還未有上一步跌到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以下 所以整個市場 都還是比較平穩的 以短期來說 大市的走勢 都仍然繼續 在28,800的水平來說 是會增持的 成交來說不算多 但是流入來的資金 仍然都是相對比較多底下 令到市場暫時來說 似乎是跌不下去的 看回投資者 在短期裏面 要做的部署 可能都會先看回 之前跌得比較重要的一些科技類股份 又甚至是說 近來開始重新再炒過的一些 就是叫做 新能源類別的板塊 這兩類股份來說 相信短期還是有一個 可以進一步上升的空間 那些現場 中文字幕提供